好 那么上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这个FastDFS 它的一个介绍啊 关于这个FastDFS 那么你需要知道就FastDFS 它为什么应用在我们的系统中 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文件的一个含量存储 存储容量的扩展呢 是比较方便的啊 并且 哎 文件内容呢 可以呢 哎 防止重复啊 同样内容的文件在FastDFS里面呢 只存储了一份啊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结合NZX提供这个静态文件 我们整个网站啊 提供静态文件的这个速度呢 也有了一个提升啊 也有了一个提升 OK啊 那么你知道知道它啊 就可以了啊 就可以了啊 那么 上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啊 处理这东西 在这里面呢 哎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在我们这边的时候 我们之前我们说通过Admin后代管理页面 去上传图片的时候 上传文件的时候 这个文件呢 默认将过呢 是保存在这个MediaRoot指定的目录下方 对吧 我们说现在不能把它保存在MediaRoot指定的下方 我要把它保存在这个FastDFS文件存储 服务器啊 FastDFS文件存储服务器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也就意味着啊 你请求你后代管理页面请求上传图片的时候 我在这边 我需要呢 在将过这边呢 把这个文件呢 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啊 把文件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啊 这样的一个系统啊 这样一个系统啊 然后呢 你知道了它之后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FastDFS 那么当我们说你把一个文件上传到这个FastDFS之后 最终呢 它会给你返回一个文件的ID 那么这里面啊 有一个返回有一个文件的ID 好 所以在这里面最终啊 FastDFS在保存完文件之后 我在这里面需要给它返回一个文件的ID啊 返回文件ID 返回文件的ID 好 这个文件ID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一部分内容 就是这个 group对吧 group1 斜杠后面跟上一堆东西 对吧 点点点啊 这就是它给你返回的这个文件ID 那么这个文件的ID呢 我们说我们访问一个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要通过这个文件的ID 对吧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啊 这一部分内容 最终呢 返回到这个将购这边之后 需要呢 把它保存在对应的表中啊 保存在对应的表的 这个表中啊 然后这样的话啊 我们将购结合上传文件到FASDFS 这样一整个流程其实就这么多啊 浏览器请求上传文件 然后由将购呢 把这个文件呢 上传到我们的FASDFS 然后FASDFS呢 再上传这个 完文件之后呢 会返回这个文件的ID 最终把这个文件ID呢 保存在对应的表里面啊 其实呢 现在啊 这就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上传文件的一个流程啊 使用FASDFS 好 当你上传完之后呢 下面关键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啊 我们说我们去使用的时候 假如说现在上传完文件之后 浏览器呢 它要去请求一个页面 就请求我们昨天这个页面啊 请求我们昨天页面 昨天这个页面呢 比如说浏览器呢 现在要请求这个 地址 这个地址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U的 对吧 那么在U的这个页面呢 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 我们说最终 你是不是要 查询历史浏览记录 对吧 历史浏览记录里面 是不是要用到这个 图片的信息 那么图片 只要浏览器呢 它一请求这个地址的时候 江国这边 是不是试图对应要处理 对吧 它处理完之后 它要去渲染这个 页面啊 渲染 页面 好 渲染页面的话 那么页面上呢 有这个图片的标签 以Magic标签呢 有个SRC地址 它就要把这个地址 是不是进行一个替换 对吧 这个里面呢 就需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做Image Image啊 Image这边有个SRC SRC这边呢 你就应该写一个地址 写的地址 是不是能让我 访问到这个图片 对吧 所以呢 你需要在前面写什么呢 我们说你最终找图片 你是不是找NGIS要 对吧 所以在前面 你需要写上这个NGIS的 IP 然后呢写上啊 172.16 点 1 那个IP地址多少 看一下这边的IP地址啊 172.16.179 对吧 179 然后呢 点 131 然后后面跟上这个文件的 ID 对吧 这样最终啊 最终这个NG啊 最终这个相构服务器这边 要把这个Image的SRC路径呢 是不是渲染成这种格式 对吧 渲染成这种格式之后 最终产生了这样一个页面内容 它需要把这个页面内容呢 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啊 返回给浏览器 那么现在在这边渲染完之后啊 就需要把这一部分内容呢 返回给我们的浏览器 那么返回给浏览器之后 浏览器 它这边去是不是要显示这个页面 对吧 它要解析显示这个页面啊 显示我们的页面 显示页面 当它显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它从上往下显示 当它到最后的时候 它一看到你的返回的页面里面 有这个东西对吧 是不是有一个Image 那么有Image的话 浏览器会干嘛 浏览器会干嘛 那么这一句你要注意啊 浏览器 它只要见到你的页面上 有这个Image Image的RCRC呢 写的是这个地址 对吧 浏览器呢 它就会去请求这个地址啊 请求这个地址 就是获取这个图片的内容 那你就会发现 现在它请求的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NGX 对吧 那NGX呢 也在我们这个上面啊 就在我们这边呢 还有一个对应的 NGX啊 就在这台机器上面 我们搭了一个NGX啊 这个NGX就是提供这个文件内容的啊 所以你在这边有一个对应的叫做NGX 那么 浏览器这边呢 它在去解析这个内容的时候啊 它只要看到这个图片页面上有这个 哎 以曼几标签 它就会去请求对应的地址 其实呢 那这边浏览器呢 就会直接的去请求我们的这个 NGX啊 然后最终NGX呢 它在 哎 你请求NGX之后 那么NGX呢 我们说 它呢 就会去找这个FastDFS 对吧 把这个文件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文件内容呢 给你 返回啊 给你返回 哎 从这边呢 NGX把这个文件给你进行一个 返回 那么这样的话啊 返回之后 你的这个浏览器上面呢 就能显示出这个图片啊 这是它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呢 哎 请求啊 浏览器 那么 请求NGX获取啊 图片 那么 最后NGX在FastDFS里面 拿出这个图片之后 NGX呢 要返回图片 内容啊 就是NGX 好 返回 图片 内容 好 最终 浏览器在拿到这个内容之后 就可以呢 显示出这个图片啊 显示出这个图片 OK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在我们的项目里面 上传文件啊 还有呢 这个 使用这个 上传图片 还有使用图片的一个流程啊 就是项目中 那么 上传图片 和这个使用图片的流程 OK 好 看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理一下啊 再给大家理一下这个过程啊 那么你注意 我们说这个商品的图片呢 都是这个运营人员 也就是后台管理人员 他通过这个的面界面上传的 对吧 他选择好选择好一个图片之后 他一点击上传 那么就会向我们的将购夫妻呢 发这样一个请求 对吧 发完请求之后呢 那么最终我们说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呢 把它上传到我们的 FastDFS 所以在将购这边 你需要把这个文件呢 上传到这个FastDFS 然后FastDFS呢 在保存完这个文件之后 最终呢 他会给你返回一个文件的ID 好 这个文件的ID呢 要保存在对应的表里面 对应的表里面 有一个叫做Image的一个字段 好 保存完之后 这个上传的流程就结束了 下面呢 是怎么去显示这个图片 对啊 当用户呢 他访问我页面的某一个地址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页面上 用到了这个图片的话 我再去渲染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需要把它的ISRC 是不是写成这个对应的路径 是吧 前面呢 是这个NGES的IP 端口号 后面呢 是这个文件的ID 好 渲染之后 最终呢 我把这个内容呢 返回给浏览器 浏览器在这边 显示这个页面的时候 他就会去看你这个页面内容里面 一旦出现了这个 Image的标签的时候 浏览器呢 就会去访问 你后面写的这个地址 他访问的目的呢 就是去获取这个图片 对吧 获取完图片之后 他也请求这个NGES NGES呢 从我们的FastDFS里面 把这个文件呢 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再给他发回来 然后呢 他就能够显示这个图片啊 但在这里面 你其实你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 浏览器请求这个NGES 获取图片 NGES返回图片的内容 那么这几步的 这两步的话 经没经过我们的将冠服务 对吧 其实呢 已经没有经过 我们的将冠服务器的啊 就跟我们的将冠服务器 已经没有关系的啊 将冠服务器要做的就是 我访问你某一个页面的时候 你使用到这个图片的时候 你需要在页面上 把这个路径 是不是给我写好 对吧 渲染好 你再给我返回 浏览器呢 就会自动的去请求这个图片啊 这是我们项目里面 上传图片和使用图片的一个流程啊 使用的一个流程 OK 那么这样一个 在这样一个流程里面的话啊 关键的一点 还是在我们 上传的这一点啊 上传这一点 就在这里面 上传的这一点啊 这是我们一个关键的点 你看 我们说这么多关键的一点 就在这个地方啊 本身你admin管理页面 你上传 你请求上传文件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保存在这个目录下方 吧 所以你在这里面上传的时候啊 你想把它文件上传到FastDFS 需要呢 在这里面去 哎 修改 去修改 将过的上传行为啊 上传行为啊 不让它 把这个文件上传到我们的Media Root 而是呢 让它上传到我们的FastDFS 所以那这里面是我们 哎 进行开发的一个重点啊 这一点呢 是我们要做的啊 修改将过的上传行为 OK 那么 这里面 就我们给大家理得一下这个过程啊 spherical黃色《真 Additional Screen》 亮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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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